你跟妈妈说实话 这本书到底看了多少 好了 你去洗手 一会儿开饭了 你看到了 田老师居然在韦云搞这一套 这样下去 韦云都要成骗子机构了 怎么对得起妈妈们交的学费 一节课也不便宜的呀 你说怎么办吧 你也知道一节课不便宜呀 那你知道这一节课的背后 我付出了多少 租金 老师的课时费 还有这些装修费 咱们韦云开张到现在 可没赚过钱呀 你知道今天报名的人有多少吗 原来教育机构的经营 就是营销卖客啊 我们以前在干吗呢 当然了啊 这孩子们的教育呢 可以有那么 一小点点的不用心和糊弄 但是咱们心悦的教育 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你必须好好教育他 他必须是第一名 我能吃饭了吧 不管怎么样 这种骗术和韦云一向的理念不符 你也同意过 韦云交给我来管 那我就有话语权 我不允许这种招摇撞骗的方式 是出现在未云 要么换掉田老师 要么换一种教学方式 行行行行行 你这都被孕呢 操那么多心干吗 这气出病来 呸呸呸呸 不能生病 明天再去给你买个包 包之百病 行 我再想想 吃饭 就像你说的嘛 毕竟那些家长交了那么多钱 怎么着也得对他们一步交代 那最终出来的成绩 那可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我也不想砸了自己的招牌 你说真的 我能吃饭了吧 你说真的 真的 孩子都饿死了 新月 吃饭了